第一件是手鐲 來 這個手鐲跟賭食有沒有關係 這個是買名料 這個是買名料 是 那當然上次也有一些物件 我記得是買名料 然後結果見出來 很驚人 那今天這塊手鐲也滿美的 感覺乾淨 可是你看在這邊 有一點點的翠綠色的那個翠 是很漂亮的 淡淡的 來 我們講講這個手鐲的 什麼來的 因為那時候買那個原始 然後切不到手鐲 是 頂多一兩個而已 不容易 很難切到 那品質也不是很好 後來就乾脆買名料 對 所以這一塊的名料 你買多少 聯工帶料後來做成桌子 它其實也是一大片 我也是切了四條手鐲 對 切了四條 這樣子的話算下來這一條 多少錢 這一條也是大概 四千塊人民幣 我們這樣算的話 台幣大概一萬八 多少年前 台幣一萬八 一樣 那個108年 09年的時候 沒有太久耶 沒有太久 這個匯率差不多在四點八 將近五 對... 現在的匯率是四點四 四點四左右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整個大環境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呢 這個很多這個大陸 有高檔翡翠的人都縮手 他是不買 他把好東西都收起來 不買了 然後呢 所以在高檔翡翠的交易市場 裡面是稍微停滯 對 那底下的人那又不一樣了 對 他有兩條路很特別的路 第一個就是 新進來的 想要好奇這個殿堂的 我把他買得很兇 那另外呢 有的已經買了很久了 那他就是說 他買一段時間以後 那他就釋放出來 他可能有的賣掉賺錢 他有的就 就很大虧本的賣掉 好 那個大約在一年前 這樣事情都消化完了 現在又最新的狀況 是什麼 就是大致上所有的翡翠 只要不要有瑕疵的 像樣的 留在那邊看 都慢慢慢慢的在升溫 對 還有一件事情 東南亞 很多國家 整個 買家出來 整個都大爆發 我感覺 但是不是鼓勵你現在買珠寶 是 我是說把現狀告訴各位 那未來的一年到兩年 是一個觀察期 結論要告訴各位 像這樣子買翡翠 是一個模式 那哪裡買最便宜 我上課常常講的 對 知道那個行情在哪 是 不要被蒙蔽了 不要這樣人家說什麼 然後我 李老師說什麼 好 那就好 李老師說我還沒講話 對 他是我好朋友 對 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 所以我剛才跟李老師 他就聊說 我們真的現在要謹言盛行 不能去隨便亂宣傳 人家會聽你一句話 快點...大家趕快唱來 就不太好 結果節目只看一半這樣子 沒有聽到後面是說 要先做功課 要讀 要跟大家講 是... 所以這價錢之後有漂亮嗎 如果按照這樣的價錢來看 我們建定一下就知道 好不好 高買 好 看看今天的第一件 到底買得怎麼樣 來 陳大哥 請見價 三萬元 恭喜 現在這樣一個首國 它在台灣 這個行情 假如你要買的話 三萬塊 我覺得是可以買得到 但是不是一定可以買得到 但是大約大約 現在很混沌 而且我們平常講 台灣我們現在 這個所有的整個景氣 還沒有說 加溫到不得了 對 但是三萬塊是可以的 不錯... 加到不錯 來 過了幾年就有漲價 廖老師 上個禮拜那個 香港豬寶展 其實同行回來反映給我的 就是 人山人海 但是真正成交的 怎麼了 真正成交的量很低 可是呢 好的東西會成交 是 現在大家都在 把錢存在原物料上面 但是這個原物料一定要是 天然的好貨 它一定是好貨 如果是比較低階的 像大哥你買的這些物件 現在的話全部都開直播 現在直接他們那個抖音的市場 你看美國在進抖音對不對 但是這些抖音的網紅 他們直接到那個工廠 直接切了之後呢 就像這個樣子 現場就直接喊 你要不要看多少錢 要看的話 可能都已經是 你們都是我的粉絲的 對 我買的貨 我看的貨 你們都相信了 相信了 然後價格 價格超便宜 也沒有經過店面 也沒有經過任何的 成本壓低了 都沒有 是 直接就是我在這邊 你看貨 這些都便宜貨會這樣賣 高檔貨還是會在 豬包展上面或者是店面 所以現在呢 這個是兩級的市場 兩級的市場 那你如果說好 像手鐲的部分 我們來看 有一顆 最近的事情 真的是賭食 是 但是這個人呢 這個人他看這個皮殼還不錯 對 所以可能畫這些白線 應該可以切幾個鐲子 可能啦 那你要切進去 是沒有網紋的 沒有裂紋的 結果一切之後 漂亮喔 帶綠喔 有耶 可是這些帶綠 你要常常去賭食 看原物料 你才會知道說 像這個燈光一打 那麼綠 大家都覺得很爽 是啊 可是事實上呢 你真的在把它磨成灼質了之後 它只是這樣 你看這個顏色差很多 有點深 對 因為它有一個深度在 是 所以那個綠會反映出來 但是真正切成桌子 或者是薄片的時候 綠就不見了 結果不同 結果不同 但是這個是切長了啦 這一顆石頭是切長的 是 所以難怪後來陳大哥說 我乾脆買名料好了 對 這是一個聰明的作法 對啊 來看看這一塊 你看正反面都很漂亮 尤其正面有觀音 有觀音 然後觀音像也是刻得很清楚 很莊嚴 這一塊還滿漂亮的 雖然它就是飄了一些些 這個黃匪 對 但是黃匪 又有點太深了 對 有點可惜 可是綠色的地方 還是滿脆的 來 這一塊 跟我們介紹一下 陳大哥 這一塊其實 它也是一塊賭食嘛 然後 它就是有做了一條桌子 是 所以這是桌心 對 這是桌心做的 是 那那一塊 連工代料的 成本大概也是四千塊 左右人民幣 但是這個我就把它 兩千塊 因為它工錢比較貴 工錢貴 韓工錢大概兩千 兩千人民幣的話 用那時候匯率算大概快一萬 差不多 大概快一萬 那您當初把這個桌心 把它這樣子 因為它要做那個觀音面相 它雕工也是不容易啊 對啊 連工代料這樣我覺得還行耶 感覺還可以 後來那一塊 那條手鐲呢 那條手鐲 手鐲 還在嗎 還在啊 還留著 真的喔 那下次有機會 我們來看一看 應該滿漂亮的 我覺得這個還 這是很典型的 叫 那它這個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它 這看你怎麼說啦 假如說你要硬把它說 這是一個巧色巧調 也可以啦 那事實上來講 買的人一定會嫌這個 旁邊這些黃點 對 那你要把說這個是雲啊 霧啊 旁邊有一些比額外的這些 所謂的不同的吉祥物 也是可以的 就看你怎麼解釋 不過它整體來講 它這樣手工雕的 基本上來講 現在工資上漲 所以要丟成這樣一個整體 冠印然後面相 髮相 都很好的 那倒是不容易 而且我跟你講 陳大哥 我覺得你還有一個成本 要算進去 你飛到雲南耶 這一塊 是不是親自飛到雲南去的 沒有 這個都是後來 後來用網路購買的 所以是這個店家在雲南 你寄 他寄過來 那這樣頓時成本又壓低 我以為他跑到雲南去 如果是寄過來算運費 那還行喔 是... 那這塊我們趕緊來幫您 評估一下 請見獎 一萬八千元 不錯... 這個不錯 這樣看起來算很完美 很典型的 你從背後看就是 白底青的洋綠色 是 所以說它這樣的 就整個這個顏色 大家很喜歡 是 帶在這個各種的服飾上 白色的啦 或黑色 比較暗色 色系 或是不要那種咖啡色的 那種比較奇怪的色系的話 這樣... 你看這樣看起來 它很出色的 暗色 很出色的 對 所以這樣的這種 就是酌心的醉紙 是現在買的人還是滿多的 是 好 可以的 不錯 市場都還在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